上世纪九十年代 香港歌坛的四大天王 一直是香港娱乐圈的神话 这四个人要盘点起情史来 最波折的当属黎明 作为四大天王里的颜值担当 舒淇 张曼玉 王祖贤 杨采妮 乐基尔这些女神级别的顶级女明星 都与她有过绯闻 接下来大家就一起来看看黎明的绯闻女友吧 一 王祖贤 1987年黎明拜代思聪为师 从而认识了同为代思聪学生的王祖贤 当时的黎明只是一个稍有名气的歌手 而王祖贤已经凭借《倩女幽魂》中的聂小倩一角 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是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星 王祖贤的妈妈非常喜欢黎明 有段时间黎明在酒吧助唱 王祖贤经常会去捧场 然而 此时 王祖贤的正式男友是与她一同合作电影 《芳草碧连天》的齐琴 但这段恋情遭到了王祖贤母亲的反对 加上一个在香港 一个在台湾 两地分居难免落寂 后来齐琴为王祖贤写下了一首传世民歌 大约在冬季 听到此歌 王祖贤飞回到了齐琴身边 二 陈松玲 1989年 在香港混不下去的黎明 只身一人来到台湾发展 期间还短暂借宿在王祖贤家 王妈妈对黎明也是非常重疑 可王祖贤心里还是更爱齐琴 在王祖贤这里黯然出局后 黎明很快遇到了自己的第四任 绯闻女友陈松玲 两人在合作拍摄电视剧《天涯歌女》时 因戏生情纠缠到了一起 在片场互动亲密 可这段相差六岁的感情 却十分短暂 所以大家纷纷猜测 两人只是为了收视率炒作出来的感情 三 周海妹 和陈松玲挥手说再见后 二十四岁的有夫之妇周海妹便迎刃而上 成为了黎明的第五任绯闻女友 一九九零年 两人一起拍了 回到未嫁时 很受观众欢迎 在公司的筹划下 两人继续合作拍了另外一部戏 长时间的合作 让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两人的绯闻曝光之后 香港杂志痛骂黎明勾引有夫之妇 多年之后周海妹接受采访时说道 曾经和黎明是在一起过 但是后来感情变淡了 四 李嘉欣 黎明在拍摄歌曲哦 夜MV的时候 邀请港姐冠军李嘉欣来演女主角 本来以为就此可以俘获美女芳心 可黎明哪里知道 李嘉欣早已身陷在富豪刘鸾雄的温柔乡里 根本没有他这个小白脸的容身之地 后来 李嘉欣被刘鸾雄扔进了冷宫后 黎明这才有机会邀李嘉欣供油车盒 供进烛光晚餐 成功让他成为了自己的第六任绯闻女友 可李嘉欣的性子哪里能容忍得了黎明身边的花花草草 所以他大胆公开自己是黎明的正牌女友 以正身份 黎明看到自己的粉丝 因为李嘉欣一句话痛哭流涕 便埋怨李嘉欣不顾全大局 李嘉欣觉得心里受了委屈 于是一个转身 便又投入了富商大佬们的怀抱 王妃 众多谅女中段位最高的应该就是天后王妃了 两人师出同门 又都在北京出生 冥冥之中就为两人增添了几分亲力 王妃还为大红大子的时候 就经常作为嘉宾出席黎明的演唱会 对于王妃 黎明的心里似乎是狂热的喜欢 但和音乐才子斗维已经早先一步进入了王妃的心里 6.李启红 李启红是94年的港姐季军 样貌甜美可爱 一出道就出演了很多电视剧 当时两人在合作完电影 阿瑟早晨 后黎明便明理暗里地向李启红表白了多次 可人家李启红对他根本就不来电 7.周慧敏 周慧敏当年与香港才子倪震的爱情长袍 看似无间不摧 但是倪震这种风流才子外面的绯闻也从未调过 或许是为了弃对方 才传出了周慧敏和黎明的绯闻 8.许子山 作为2004年的港姐 许子山一直是TVB重点力跑的女星 和黎明去日本拍摄了一段广告之后 便传出了两人的绯闻 但回到香港之后 两人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话 9.李奈英 李奈英当年在韩国是顶级广告天后 人气和资源都不差 去香港拍广告的时候 和黎明合作过 非你莫属 天使梦等 也被媒体爆出绯闻 10.陈淑兰 陈淑兰是1988年 香港小姐亚军和最上金小姐 黎明一直是她的偶像 甚至面对媒体的时候 她也毫无掩饰地称 曾经暗恋过黎明很长一段时间 11.张曼玉 黎明在拍摄陈可欣导演的《甜蜜蜜》时 对比她大两岁的张曼玉 产生了异样的感情 张曼玉可是黎明上学时期的女神 所以 她仅仅抓住这次合作的机会 将张曼玉叫出去 约了几次会 可两人的故事到约会这里 也就没有了下文 12.舒奇 要说和黎明恋爱谈最久的人 那一定是舒奇 1998年 两人合作了《玻璃之城》 同样原生家庭不太幸福的两人 就像遇到了老友一样 惺惺相惜 舒奇被帅气的黎明电得晕头转向 并不顾一切地和她坠入了爱河 电影还没拍完两人的恋情就被曝光了 但是有史之中 黎明和舒奇都没有对外承认过 很长一段时间里 两人纷纷对外界否认关系 并且称对方只是朋友 但其实 舒奇一直住在黎明的家中 两人甚是甜蜜 直到2004年 两人的感情才真正出现了危机 舒奇在参加台湾一个访谈节目期间 大谈自己拍言情片的经历 黎明得知之后大发脾气 大吵了一架后 两人的感情也进入了冰冻期 除了两人感情破裂之外 黎明的父亲也是强烈反对两人交往 外界的压力加上家里的反对 两人的感情最终无疾而终 十三 杨采妮和舒奇分手后不久 媒体就爆出黎明和杨采妮在秘密交往 和黎明飞速另结新欢比起来 舒奇显得并不那么洒脱 这段感情仿佛成了她最痛苦的一段经历 她开始把更多的经历和时间 放在了自己的事业上 而黎明这边 和杨采妮的秘密恋爱 依然没有得到她本人的亲自认证 十四 勒基尔和舒奇一样 有着性感厚醇的勒基尔登场了 勒基尔比黎明小时四岁 两千年她认识黎明 并且还是黎明创办的 一家网站的封面女郎 这些年她一直默默隐藏在 黎明的身后 直到黎明情段舒奇后 她才有了机会 两人相恋不到三年 就宣布结婚 舒奇等了七年都没等待的婚礼 勒基尔轻易就获得 想想也很讽刺 2008年 黎明和勒基尔在马尔代夫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整个婚礼花费上一元 婚后 黎明对勒基尔也是宠爱有加 五千万的豪宅 一千万的豪车 四千万的游艇西数奉赏 还拿出两个亿让她去创业投资 满足了小娇妻对于物质的各种需求 然而看似美满的婚姻中 勒基尔却出了问题 在美国长大的模特勒基尔 喜欢泡酒吧 有了黎明这样子的大财主 不断输血 她玩得更疯了 生活更加奢侈 花钱如流水 据传她前后花了黎明七个月 但是压垮这段婚姻的 并不是她的挥霍 毕竟黎明出道那么多年 自己老婆花点钱 她还是能承受的 黎明最受不了的 是勒基尔整日混迹在复杂的场合 还背着黎明交往了一个一国男友 这位男友甚至在网络上 公开了勒基尔的私密照 照片曝光之后 黎明傻了 自己极尽宠爱的妻子 竟然婚内出轨 这件事直接踩中黎明的底线 于是两人离婚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 离婚后 勒基尔面对媒体时说 我和黎明婚姻中出现的绯闻 并不是真的 只不过是想引起黎明的注意 可惜黎明没有懂得珍惜 听到这话 感觉勒基尔有点满火自焚的感觉 毕竟在男人的世界里 是绝对不能容许妻子 以这样的方式考验自己的 15 女助理Wing Chen 或许是和勒基尔这段婚姻 让黎明元气大伤 此后的黎明 甚少再爆出绯闻 直到2018年 黎明在社交平台 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自己即将成为父亲 孩子的母亲 竟然是他的助理Wing Chen 当大家将目光聚焦到这位 比黎明小19岁的女助理身上时 才得知这位相貌平平的女人 真的很不简单 她很早就进入了黎明的公司 之前一直是黎明公司 旗下艺人李志廷的经纪人 而且她并不是单身 有一个富豪老公 在香港做餐饮生意 身价颇丰 但因为和李志廷在工作中 传出了绯闻 导致和前夫离婚 离婚后 在一次赛车活动中 她和黎明亲密相处了几天 不仅升级成了黎明的 助理兼经纪人 还搬进了黎明的豪宅之中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 黎明果真在无绯闻传出 踏踏实实地跟着 这位助理生活到现在 估计在万花丛中 游荡了几十年后 黎明这次真的做好了 从一而终的准备 毕竟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回顾黎明这一生 浮浮沉沉几十年 年轻时放荡不羁 历经了多少爵士美女 然而年过半百之后 她还是降落在了一个 普通姑娘身边 生活最终还是得落地生了根 才算牢靠 没关系 欢迎请 吝点赞